剛才出去投票 因為時間很趕 很怕投不到票 拖老天爺的幫忙 一路上交通都很順利 所以投票的事情還是完成的 從出門到投完票 大概就是花了25分鐘時間 過開車也開了將近快要10公里 也是蠻感的 說實在話 投票還是要把握時間 台灣的投票時間是早上8點到下午4點 我出門時間是下午的3點20分 投票截止時間是4點鐘 順利的把票投完了 心裡還是挺開心的 希望我心中的候選人能夠順利當選 那還有一個就是投票權的問題 就是滿18歲同不同意他可以投票 那我基本是不同意 你在18歲的時候 如果你去投票 你在那前前後後 事實上你正式在準備要考大學的時候 你到底要準備考大學呢 還是要去準備投票 這是個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啊 還是簡單點好 20歲了 你已經畢業了 你進入社會了 或者進入大學了 你經過跟同才跟老師跟社會人士 就接觸了 你知道社會是怎麼回事 你做出的決定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的想法 大家加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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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